一个小姑娘 一个小小子 两个人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我叫刘亮 这个是我媳妇 大家好 我叫白哥来自内蒙古 孝庄皇后的顾里克尔清大草原 我俩在一起12年了 我俩是彼此的初恋 我老公特别喜欢 《笑江湖》这档节目 上一季举办的时候 她就要报名参加了 结果呢 没报上名 今年有幸报上名了 所以她就坚持一定要来 而且非让我陪着她 我也拗不过她 就和她一起来了 去年为什么没报上 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俩来这舞台 好像有点 就是有点不占优势 为什么呢 我觉得《笑江湖》这舞台上 就是表演特别重要 我俩没学过 我就感觉 就怕专业一看 完了 露馅儿了 这还就自知之明 行 那回去吧 这就给婚婚回去 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 既来之则安之 在舞台上没有大角小演员之说 好好演就是了 好吗 来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老师稍等一下 我俩换一下衣服 马上就回来 在这儿换吧 就下边换家快去 好 小姑娘肯定唱歌好听 嗯 累死我了 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不 你媳妇 大土豪 白老板的女儿 让我给绑了 我都打听她半年多了 白大千金 那长得 冒昧如画 家老有钱了 哥们今天把她绑了 哎呀 我这下半辈子呀 我不撒谎 要啥有啥呀 什么啊 绑错了 不能啊 幻觉 你谁呀 你谁呀 我问你是谁 谁呀 完了 绑错了 绑了个港度 你说这事整着啊 你说我绑架白老板的女儿 我怎么能把她绑错了呢 你没绑错呀 我是白老板的女儿 你可拉倒吧 你长得像麻将里那妖姬 蹦出来了是对 忽悠谁呢 我真是 我今年二十一岁 我叫白哥 白老板就我这一个女儿啊 你真是白哥啊 算了 你被绑架了 谁呀 你 咋的啦 被绑架了 谁呀 你 咋的啦 被绑架了 谁呀 你 我呀 咋的啦 我说你被绑架了 绑架我呀 啊 咋的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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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绑架了 我被绑架了 哈哈哈哈 咋的啦 咋的啦 受伤了 谁呀 哈哈 我 咋的啦 受伤了 谁呀 我 你呀 啊 咋的啦 哈哈哈哈 我受伤了 啊 啊 长得太帅了 哈哈哈哈 哎呀妈 嗯 妈长这么好看呀 哈哈哈哈 要怎么 妈这样长得飘飘飘白的 哎呀妈太好 别拍我 来 你给我吐去 啊 我都告诉你了 我是绑架 我是个丧心病狂的绑架 你跟绑匪动手动脚的 你是人吗 啊 哈哈哈哈 我要让你知道知道 绑匪的厉害 啊 哟哟这绑匪 啊 哼 泡了吧 哈哈 我也会 你你发的不对 你你发的不对 干什么 别碰我 走 啊 哎呦我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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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呢 哈哈 你就这样的 才叫功夫 哈哈哈哈 咋的啦 哈哈哈哈 谁呀 哈哈哈哈 你念 我呀 啊 咋的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过来 你给我退回去 哈哈哈哈 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啊 我是绑匪 我脾气不好 改改呗 你说什么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必须尊重我的职业 蛇子秀啊 哈哈 这是刺青 狗 狼 狼狗啊 哈哈 哈哈哈哈 葬熬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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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别人绑架 都要钱 我绑了这个要命 气死我了 哎 咱俩玩一会儿啊 啥玩啊 咱俩玩一会儿啊 哈哈 你疯了 啊 你是人质 我是绑匪 玩啥呀 哈哈 哈哈 这样 你问我 你是小白兔吗 哈哈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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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白兔吗 是啊 我是小白兔啊 哈哈 好 不好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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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问 你是长颈鹿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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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长颈鹿吗 你傻呀 我都告诉你了 我是小白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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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问 你是小白兔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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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白兔吗 告诉你几遍了 还问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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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问 你是长颈鹿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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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以为我傻呢 哈哈 哈哈 我都知道你是小白兔 你还说你是长颈鹿 你有病啊 你啊 我跟你玩上 你是不是傻 你敢打我 我错了 哈哈 哈哈 大哥 你千万不能动手打我呀 你仔细看一看 我是小白兔啊 哈哈 你 你你是啥玩呀 我是小白兔 我是长颈鹿 哎呀 我生气了 你不能生气呀 我生气了 生气比胎儿不好啊 哈哈 别碰我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哈哈 你要干什么 哈哈 你就叶我 我还能亏待你啊 哈哈 大姐 我不绑你了 你走吧 我不走了 哈哈 哈哈 你走不走 我不走了 好 你不走 我走 你别走 你干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你要干什么 你别走 哈哈 流氓 哎 你回来 谢谢 你老公回来了 太棒了 快回来 快回来 哎呀 都死我了 把你绑匪叫回来 哎呀 都死我了 回来 衣服 啊 衣服 哎呀 还有衣服 哎呀 都死我了 哎呀 快来快来快来 起头都挺好看的 就是啊 哎呀 都死我了 谁呀 哈哈哈哈 咋啦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一直担心这个第二季没有孙建宏 我啊 他们这个节目超过孙建宏 我先不说别的 我先给 哦先给你拍 哈哈 啊 完了咱们再聊 好 我告诉你去年你们不管多晚来都可以直接进决赛 啊 谁呀 谁呀 咋啦 咋的啦 咋的啦 你们这个节目让我们充分的看到了重复的力量 你要早二十年有我什么事啊 哈哈哈哈 我先下去了啊 我消消气去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 这个这挺好 谢谢谢谢 我倒特别想知道一下当年你们俩谁追的谁啊 当年郭老师应该有这个眼光 不是 哈哈哈哈 老师是这样的 你说 我俩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 哦 就是呃原来我我我我我们俩都是从小唱上着的 对对 啊 完了之后呢我一直扮演男孩 嗯 就我跟一个小女孩唱戏我扮演男孩 下妆 因为他见面那天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我一见着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特别好 那个时候他比现在瘦好多 然后一见面说实在话就挺喜欢他的 一下就变回女的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之后呃之后我看他挺喜欢的 但我那是第一次见面 他也没跟我说话 那我也不能主动跟他说呀 那是啊 你得问你谁啊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回答啥去了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他他把就特别不好看 哎呀 哎呀这孩子你不会说话 为啥那么说你老师 因为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到一米五的个 一百二十多斤 就是像个像个小地缸似的 什么话 而且就是他 跟灭火气似的呗 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头发特别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跟我差不多呗那就 嗯 完了一见面把我那时候是挺磕身的 哈哈哈哈 这啥话 你以为现在不磕身 哈哈哈哈 但是为啥这么磕身 老师我还娶他了呢 哈哈哈哈 你是个叔唐家 我可爱 这就是我可爱 你知道因为啥吗 因为我 因为我 为民除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娶了我 想着我吓我别人了 哈哈 真可爱啊 真可爱 这个两口子过日子 没有这个不抬杠万嘴的 像你们这么乐会儿人也吵架吗 反正也吵 但是我这人 说得太好听了 也吵 还也吵了 咱俩们还亲干了 对 就是我俩生物中很少 就舞台上就总干账 就包括这个 就演这个小品的时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吗 一个说完一个再说 哈哈哈哈 我俩吵得 就是最严重的一次 那好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结婚 坐在出租车里头 四个人嘛 是咱四个 附近 还有一部架 你看你看 她说的时候 我就替她捏把汗 我心说 你就别扑掉了 因为你在兜部 就被抢走了 又被那姑娘给抢走了 哈哈哈哈 其实老师是这样的 你说 哈哈哈哈 好 说 就是原来吧 说实话 我 我可 哈哈哈哈 对 你这会儿应该幸福 你看你 你看你丈夫的样 表现出一个笑死的状态来 哈哈哈哈 就差味了 呃 我不是故意的 我怕你说不明白 哎 哈哈哈哈 我都没说 那你咋就知道 我说不明白 哈哈哈哈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哈哈哈哈 说是你嘴太快 哈哈哈哈 不赖他们 啊 得 我觉得踏实了 这第二季有尖了 有尖 来吧 赶紧的 来吧哎呀 来吧大哥 那这胶子是吧 那你 我 敢按红的我真跟你急 真的呀 按绿的 我怎么就听你的呢 快点 来 谢谢老师 好 好吧 过来过来 谢谢老师 谢谢郭老师 谢谢郭老师 我就怕你说不好 其实我不是故意抢你的 你是 咱俩也是两口子 谁好不一样的 那你要火了 你不得向我欺负你 谁呢欺负我 那必须的 走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